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雨骨 哇 确实现在闻到很香的味道 呼马农村传统的杀猪菜 为何能成为餐桌上的常客 开始吃吧 瞬间感觉胃口大开 大锅真正的 对 大铁锅 让我们走进黑龙江省呼马县 感受当地的边疆风味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呼马县 位于大兴安岭东路 黑龙江上游西南岸 与俄罗斯隔江相望 因黑龙江支流呼马河得名 呼马是达沃尔语 意思是高山峡谷 不见阳光的急流 夏季非常短暂 而冬季却寒冷而漫长 我现在呢 在黑龙江省的呼马县 大家看啊 现在呢温度是零下十七摄氏度 哇 我现在穿了三层的衣服 感觉都快顶不住了 非常非常的寒冷 呼出的气呢都是白色的 哎 大姐 您这儿卖的烤地瓜 对 哎呦 那我来一个吧 秘书还有面的 我们东北这个烤地瓜又甜又面 直接来一口啊 好嘞 哇 我感觉吃一口身子时间短了一样 拜拜大家啊 哎 哎呀 秋收东藏 千百年来 藏就是呼马人的冬季主题 冰天雪地的世界 当地人在矮矮白雪中藏着食材 也藏着独特的美味 想探寻藏起来的食材 我们找到了杨湛明 我叫杨湛明 今年44岁了 每天的工作任务啊 就是根据食客的要求 做不同的菜品 杨大哥 好老爷 哎呦 来了 哎呦 终于见证你了大哥 这是咱的 柿子啊 冻柿子 冻柿子 冻柿 冻梨 哦 这一般在家里怎么吃啊 在家里头最好是高水 啊 炒完以后它就盛到一层冰外边 哦 冰给它磕的掉 这冰棍 怎么冻天还吃冰棍吗大哥 咱那个室内温度高 哦 室外温度低 屋里边的话可以降低温 咱屋里边有暖气 那咱去前面看看啊 走吧 嗯 拜拜大姨啊 哎 杨大哥 这个是属于木耳是吧 对 这是咱山上产的野生的木耳 野生的猴头 猴头菇 这个是晾干之后啊 它已经缩小了 原来更大 西安那时候比它还要大 可见啊 这个温度虽然低 但是东北吃了一点不少 对对对 也是应有尽有啊 咱还有这个毛肩膜 毛肩膜 对环境要求的非常严 很严格 在就是产金字的这种基线上 哦 产金字的线上 对 只有产金字的地方才有它 在呼马的集市上 针膜 毛肩膜 猴头菇等山珍美味极为丰富 秋天采摘 风干 冬天的时候用水泡开食用 这是当地人藏的智慧 这屋里应该暖和吧 屋里非常暖和 哎呦 这得 这得有30度的温差 我感觉得有 哦 帽子一摘 哇 神清细爽感觉 我去画冻里 画一画啊 嗯 那我先尝尝这冰棍吧 尝尝这冰棍 好的 哇 这刚进来说实话 确实吃特别热的东西还真不行 先让它稍微画 咱先来个冰棍 再让它画会 哎呀 真行啊 我是头一回在东北 你说这么冷的天 还来个冰棍 对 你尝尝尝尝 嗯 好吃啊 很好啊 这就是这奶糕是吧 对对对 哎 你别说这梨慢慢软了 有点软了 哎 软了 这个软了之后 这里面它相当于还带着冰了是吧 对 里面还有冰茶 用常温水浸泡冻梨 内部果肉慢慢解冻 外表出现一层冰壳 呼马人称这个过程为消或缓 在解冻梨的过程中 不可操之过急 要等冻梨完全软化后 才可以吃 哇 这个味道 很特别是吧 真的很特别 我觉得它比梨的味道更好啊 因为正常的梨 它是有点点酸味的 对 这个吃不出一点酸味 感觉里边全是糖 所有的糖感觉全部锁在这里面 所以感觉就像一个梨味的这个冰棍 很舒服 很舒服 就亲人心脾这个感觉 对对对对 像这个冬天的时候啊 柿子和冻梨 这是东北这边的特产 正常的气温大概都在零下二十度左右了 是纯天然一个大冰箱 帮我们储存了这些食物 冻梨和冻柿子呢 它这经过冻的原因 比西安的还要好吃 这是菜药 对 这就是咱的菜药 这能占俩人吗 能 抱团取暖 就这样啊 对 就这样 扶着这儿是吧 对 抱着抱着抱着抱 哎呦 看 哎呦 吓一跳啊 太刺激了这 往中间那儿 往中间那儿 对 好 哇 哎 下面又是别有洞天啊感觉 对 咱们这倒这个地窖吧 这大家看啊 这两边全都是大白菜 麻的整整齐齐的 下面这个温度有多少呢 在零上三度到五度之间 其实类似于咱冰箱里冷藏的温度 对对对 这是什么南瓜是吧 对南瓜 可以看到这个 其实上面有一点点冰晶 而且这个做出来肯定好吃 因为它冻完之后啊 对对对 甜度糖分全在里面存着了 这个萝卜土豆在下边是吧 您可以拿敲 对 在这儿挖 这个地方啊 对 哎 对 黄皮萝卜和绿皮萝卜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两个萝卜你看啊 新鲜程度还是很好的 你看外皮还有水分呢 对对 然后呢这个也是 你看外皮有点泥有点水分 这就看着很新鲜的其实 杨大哥要用这些储藏的食材 和猪骨高汤 鸡汤 金汤制作美食 他说这道菜 近几年在呼马很受欢迎 尽显东北菜的豪放和讲究 这种毛绿膜呢是生长的环境上是要求的非常严的 很苛刻您说在金矿旁边长的 对它必须在在彩金的上面的矿上面吐层里边 反正去金矿旁边找可能找到 对肯定是稀有的东西 最好的就是咱这个猴头菇 整个的野生的猴头菇 哇 等于泡发了之后 它能变得这么大个 这个是缩小的程度 因为它吸烟的时候比这个还要大 哇 这个猴头呢基本上在五斤左右 这么大的基本上很少很少 泡发的针膜 毛肩膜 松龙 猴头菇洗净 放于鸡汤上蒸制 泡发后的菌类 如同海绵般孔隙膨胀 表面崎岖蜿蜒 内里趋近通幽 鸡汤中的清香之气 蒸腾而出 与菌菇相遇 鲜味物质层层叠加 在等待的过程中 杨大哥给味道调查员讲了一段 他和蘑菇的神奇经历 我们去的时候是两个人到三个人 踩踩蘑菇呢 就大家奔自己一踩 就走散了 拔了一个草的时候 往前看的时候 忽然之间看了一个野猪 我的本能反应是掉头就跑 但是他的本能反应是 你跑我就追 他不会爬树 我会爬树 爬树爬得非常快 直接就爬到树叉点 这穷生的本能这属于 直接抱到树叉点不会动 很吓人 后来怎么着呢 同伴来救您了吗 后来我在树点的时候 就在喊同伴 因为那个猪听到这个 有这个外面有声音的时候 会有点声音 他其实他也胆小 当时他帮我来的时候 我估计他也是害怕 他听见医院的时候还行 听见医院的人他也怕 一听的动静多了 他自己溜溜溜他就走了 我去跟你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這種味道融合進這個猴頭之中 猴頭它的這個口感是有一種 絲狀的那種口感 嚼起來很有嚼勁 再配合金湯的味道 這個菜就非常到位 食物和味道 總是和家鄉的一草一木 緊緊捆綁在一起 對於呼馬人來說 這些熟悉而踏實的味道 就是保存在歲月裡的生活與記憶 現在的溫度是零下20攝氏度 我現在感覺非常非常冷 臉都凍得有點疼了 大家看在我的左手邊 這個就是黑龍江 已經完全結冰了 在呼馬 冰天雪地之下 處處都有著樸實的智慧 既是生活 又是樂趣 張大哥 咱們今天不是要去找魚嗎 這怎麼帶我來雪地裡了 你跟我走就知道了 雪地有魚 雪地裡有魚 對 這個裡邊就有魚 哦 這裡邊就有 對 像以前那種 咱們老一邊的時候沒有冰箱 只能用這種方法燉 哦 對 它屬於儲存 真聰明啊 這就算呼馬人的是生活智慧了 對 來 拿一下 哎 裡面有 我看到了 拿一箱看看 這是什麼魚啊 哎呦 這是蝶螺 五螺裡邊的蝶螺 好 接著吧 嘿嘿 挺有意思的這個 這是鯉魚 這是鯉魚 江鯉魚 大家看啊 江裡的鯉魚 這麼大 它這個表皮啊 已經被一層冰給覆蓋上了 哇 這個也動得跟冰頭一樣 拿手拍都拍不動啊 對 回去得拿涼水畫看是吧 對 涼水 涼水畫 對 來 接著吧 來 接著吧 這是什麼啊 這叫島子魚 島子魚 對 施把子子裡邊的島子 雪中藏魚 是呼馬人冬日存儲江魚的方法 在捕撈期 氣溫經常到達零下 人們會把水 淋在捕撈上岸的魚身上 形成一層冰層 可以保持魚體內的水分不會流失 隨之而來的漫天大雪 又是天然的制冷劑 成堆的江魚 用冰雪覆蓋 隨吃隨挖 鮮美如初 小小頭 去隨我家 真漂亮啊 張大哥 這把衣服脫了 來 行 把衣服脫了 哎呀 今天來是有點手工 手工啊 對 從小就愛玩這個 您做什麼呀 咱 做一個燈籠 做個燈籠 對 您平時特別喜歡做這個 對 從小就喜歡 您這手巧 咱主要用到的是這個一次性筷子 對 一次性筷子 這怎麼做 哎 您說您這靈感從哪兒來呢 怎麼能 證明您的 這個觀察能力也比較強 喜歡觀察生活 十二歲左右 在路邊看見一個老頭 用那個柳條編的那種框 我自己學著編 編成了 然後之後就慢慢慢慢 又看見什麼都想做什麼 張淳宇大哥平日就動手能力極強 一根廢棄的筷子 使用過的洗面筋 經過修剪繪圖 拼接粘簾 變成了一盞小燈了 很漂亮啊 大家看 一共是這個四面 然後用這個筷子做支架 然後中間的是可以放個燈進去的 是吧 哎呦 您這手太巧了 這個是拿一個非舊輪胎 非舊輪胎 對 我姊姊給它改成這個插戟 這也是您做的嗎 對 這個是我和我媳婦剛認識的時候 我給它做的蘋果 小蘋果 對 用珠子穿的 珠子穿的 然後給它編一下 您這手巧啊 你看看這插戟 這裡面還有燈呢 我看 對 裡面還有花呢 我看看 用了一些甲花 給它做成這種深淵效果 對 然後再把這燈圍一圈就行了 外面圍得麻石 太浪漫了 用輪胎 彩色紙花製作的茶几 鐵絲 紙巾製作的吊燈 處處都體現著 張大哥的創意與浪漫 當愛好與工作相遇 美食中又會有著哪些 變廢為寶的經驗之作呢 這個咱怎麼處理它呀 肉給它做完了 魚骨給它熬湯用 先煎魚骨 這是這個豬油 對 把豬油劃開之後 下魚骨 再放點兒蔥薑 可微去去腥 提點味兒 確實現在聞到很香的味道 這樣就可以加水 變廢為寶的第一寶 就是狗魚骨 將魚骨過油 炸製出香 再燉煮 湯汁乃白誘人 鮮美 弥漫鼻腔 這是島子魚 對 得先醃製 醃製的話咱用什麼醃 蔥薑大料 八角都用 我先給它改刀 還有一條蟲唇魚 蟲唇魚 那咱把這個蟲唇魚也改一個刀 蟲唇水 放掉進去 就把這些抹上去 對 島子魚 在當地又稱大白魚 學名俏嘴薄 肉質細膩綿密 蟲唇魚 則是魚如其名 以肥厚的嘴唇而受到人們的青睞 兩種魚先用香腥料去腥 雞兒香芹 洋蔥等蔬菜 取其清爽 賦予兩者一抹清香之氣 那最後這豬肉也是可以吃的 是吧 可以 熟的時候它已經化的差不多了 吃的感覺很潤 這個得蒸多久啊 蒸20分鐘 對 二十分鐘 直接上鍋蒸 蒸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 改刀醃製後的島子魚鋪開全身 如同斬翅的蝴蝶 再將豬網油覆蓋齊上 上鍋蒸至蒸騰的熱氣中 網油的脂肪吸出 被魚肉盡數吸收 增添脂香的同時 口感更加順滑 咱們該蒸丸子了是吧 對 需要用到狗魚的肉 剁成餡 刮出來 刮出來 就完全給它去掉 對 要不然剁完的時候 裡面還有那個小刺一咬 這就紮嘴子 對 這個蔥薑是要切成末 跟這個魚籠拌在一起去 蒸丸子 對 現在可以上勁了嗎 還有一個黃魚骨 用黃魚的魚骨 對 這魚骨能吃嗎 因為我去河北玩的時候 吃過一個骨炸丸子 哦 它是用豬的月牙骨 和豬肉做成的丸子 哦 也是吃也是那種脆的 後來我想黃魚骨也是脆的 所以說什麼結合一下 試一下 您這其實也算變肥為寶子 其實啊 打一個雞蛋青 好嘞 張大哥口中的大黃魚 被稱為巡黃魚 而張大哥發現 魚骨是不可多得的食材 其中大多數都是脆骨 魚水晶瑩飽滿碩大 將魚骨剁碎後 魚骨魚肉充分攪拌 蔥薑蒜 鹽調和味道 摔打上進 一碗脆骨丸子餡 便等待著熱鍋的碰撞重生 哇 鍋氣起來了很香 好的 張大哥 咱現在可以搓丸子了 對 你看這湯都金色看著 對 大拇指一搓就出來了 嗯 這一下就可以了 下裡邊這吃的肯定香了 嗯 醃製已久的蟲唇魚 在狗魚骨湯中燉煮 鮮上加鮮 再將脆骨丸子磕磕下鍋 口感兼備 看似樸實在內在飽寒驚喜 導子魚的魚肉非常的細嫩 感覺輕輕用嘴一抿 它這個鮮味就能夠品出來了 對 導得特別好 對 非常的鮮 很有嚼勁的 把兩股都好 還有脆骨 它這個蟲唇魚的魚嘴 有點嚼起來 像能嚼得動的橡皮糖 兩種魚相互搭配在一起 它是鮮的基礎之上 互相疊加 互相補充的 這是很棒的 導子魚清爽 順滑 蟲唇魚肥美多隻 脆骨丸子 年蜜中又帶有些許彈牙 一道江魚全家福 融合了魚股等不常用植物 經過張大哥之手 便費為寶 這是張大哥樂此不疲的興趣與智慧 比較熱愛生活 西蘭花根辣 我可以給它做成鹹菜 鹹皮掛上面糊 可以砸成小吃 我可以把它做成一道多美食 在呼馬 生活智慧 過來還有別人家的 晚上過那邊吃飯去 回家裡 行 行 行 快謝謝你 沒事 沒事 豚白菜 已經成為東北人的一種文化符號 鄰里之間相互幫助搬運白菜 親朋好友 聚在一起醃製酸菜 大約是每個東北人的家鄉記憶 傳遞著濃濃的親情和友情 你們忙著弄酸菜呢 我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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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沒地方 這看上沒地方 就坐在那兒吧 行 坐這兒的 比較經典就是這大白菜 除了是在外地吃燒烤的時候 旁邊那一圈還得烤酸菜 烤肉 烤酸菜 對呀 多經典 是不是 哎 張大哥 你來這兒也沒多久啊 一年多 來這兒適應嗎 來這兒還不太適應 就是不 勉腆嘛 不太出乎 後來就是在那邊幫廚 人家結婚了 喊我去幫忙 這幫大姐在後廚認識就幫大姐了 後來都是聯繫 挺密切 對 聯繫了 後來是送送菜了 在一起吃吃飯了 不會做的事 喊我去幫忙做做了 我們不會做的菜 溜肉段啊 鋪黃肉啊 這些有難度的菜 就得全喜給我們做 哎 是 人家招待的錢了 有的時候就讓全喜來幫幫忙 哎 還得是張大哥啊 你們愛吃的做菜嗎 愛吃啊 愛吃啊 全喜給我們做菜 我們還得學藝呢 說跟他學幾道菜 別看餐來一年 已經在你們這兒有名了 是吧 你學的嘛 在土缸 放一層白菜 撒一層粗鹽 重複如此 直至放滿土缸 壓屎靜致 等待發酵 時間和粗鹽會改變白菜原本的模樣 這不都是洗乾淨了嗎 這菜 放到毯子裡頭 就是放一層了 我就少放一點點鹽裡頭 這個鹽菜為什麼不能用細鹽呢 發苦 哦 苦 發苦 除了鹽還放其他調料嗎 就是醬油 醬油 對 主打就是那個醬油泡 主打醬油 時間大概多長時間 三五天吧 三五天 三五天就能吃 鹽菜的歷史在我國已經非常久遠了 白蘿蔔 黃瓜等等切成小段 放入土缸中 用粗鹽調和 醬油入味 使滋味浸入其間靜致發酵 直至酸鹹噬口 顏色微黃 是呼馬人餐桌上必備的下飯小食 那咱們就給它買好吧 需要封口嗎 封口不需要 這個都放下去 對 拿個東西 就是拿那個布石頭壓上 一下就完生了 一下就完生了 行 張大哥 那咱們這鹹菜 酸菜都弄好了 咱們準備做菜去吧 可以 殺豬菜 大姐都不都過去啊 是吧 好嘞 馬上做一塊吧 對 殺豬菜 不然是鹿 殺豬菜 殺豬菜必須備上 咱們今晚 熱鬧熱鬧的 咱們走吧 走吧 挺感謝大姐們的 知道我一個人來到這兒 每樣是叫家裡去吃吃飯 對我就是幫得挺大的他們的 我平常幫他們四種菜了 醃醃白菜了 我雙菜醃得挺好 我幫他們醃醃 然後醃醃鹹鹹菜了 他們不會做的菜了 我幫他們做的 也就是盡了一份自己的力 人幫人親上親 鄰里鄉親們的熱情 感染了張全喜 也帶動了張全喜 張全喜要用殺豬菜 宴請街坊四鄰 先醃製這些肉製品 醃製鴨肉 也是豬手了 口條了 五花肉了 豬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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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上涼水下鍋 對 魚肉要涼水 焯透 對 焯透點 有一點點腥味 不去掉不行的 再焯到下水 豬心了 豬肝了 豬肠了 豬肠 酸在料酒裡 烤酒啊 後面準備炸製 對 炸製 先炸什麼 下炸豬鱗 豬兩兒 對 先炸豬兩兒 一個要把肉皮朝到下面 對 朝下 對 沙豬菜的製作 大稻治鹼 如同東北人熱情豪放的性格 豬頭肉 豬五花 豬腳 豬尾等各部位 油炸增香 等待與酸菜的邂逅 我看您這拿著線來呢 那個血腸要綁線 行 那您給我們撕給點活吧 把這個幫我滷一下 豬臉啊 豬臉啊 豬肠了 豬蹄了 豬尾了 咱倆弄啥啊 現在就是調紅酒湯 調紅酒湯 炒湯匙得 對 炒湯匙 香醃放個兩三片就夠 八角放了三顆 兩顆的 三四顆 心肝的 腸的 口條的 心肝 腸口條 這些加到裡邊 是為了讓這個湯匙 給得上上去 對 再放點沙脊去腥 酸酸的沙脊 為豬肉湯增加金黃的色澤 以及果香味 這一縷清香將滲透進豬肉中 我看大姐這邊 吃點辣椒 用這種就行了 對 對 對 它味道特別好 你知道嗎 它巨型了就 四個夠了 夠夠夠 提點味兒啊 對 對 對 冬天吃辣椒 你特別是喝酸菜湯 烤辣椒 還不能炸辣椒油 你得烤 烤完那個辣椒 發黃了嘛 可帶勁了 真行 異味比較重的豬內臟 需要翻炒上篩 燉煮 在兩位鄰居大姐手中 迸發出濃郁的農家滋味 大姐們經常灌血腸嗎 反正只要沙脂膜 加強就灌血腸 那今天咱一塊兒灌一個 對 對 對 這是老山芹啦 本地的 我聞聞 挺香的 清香的味道 實在想放一點 薑末 薑末 三千左右 放到這裡頭起的光滑 亮 品嘗熬似好的雞湯 攪拌均勻 那咱們準備開始灌了 好好幫你倒 這除了加那個山芹 還能加點什麼東西 加點什麼別的那個 蔬菜碎的你能不能加 不想 有的都不想 但是山芹是變味兒的 對 它就血腸血腸 主要的原料還是血 你得有那個味道 對 對 對 是 那咱記一下 老大 就是不用灌氣太滿 一定要留出縫隙來 對 對 要不然它太古了 還真容易一會兒一煮就爆了 咱在那邊煮了這次 來 這才叫煙火器 是吧 這農村做飯就是這種煙火器 吸引人 你們這滷子怎麼樣了 我看看 哎呦 你看 剛說一接啊 它這個氣一飄起來多香 快點一炸進去 一炸一透 對 就是這樣 就可以了 這邊咱開始燴酸菜了 過熱了 我們就可以把河菜放裡炒 一炒 好 哎 真香啊 大姐給切好了 你看 這幫廚絕對到位 現在就可以把肉放裡 哎 切這麼大片啊 對 你看東北人吃飯就是好爽 這肉很爛 熱口即化這個肉 我已經迫不及待了 你看出來了嗎 好飯不怕碗 放著不急 是啊 但是這個 香的飯就是想吃這個 酸菜的清香 與豬肉的枝香在鍋中交融 隨著燉煮 味道更加濃郁醇香 最後將切斷的血腸放進鍋中 一股熱氣騰騰的沙豬菜 準備著與味蕾的香芋 嚐嚐吧 開始吃吧 好吃 酸菜真的真好吃 好吃 特別好吃 哎呀 怎麼樣 你要吃 一口酸菜一口米飯 瞬間感覺胃口大開 趙大哥怎麼樣滿意嗎 就是咱自己做的 我們滿意 大夥滿意 才叫口碑是不是 好吃 真不錯 真不錯 大鍋都是吃的 對 大水鍋 豬肉汁香味濃 軟嫩多汁 酸菜清爽酸香 輕口淡雅 血腸綿密順滑 入口即化 當地人喜愛沙豬菜 是因為它的好味道 更是因為大家通力協作的 團結互助的精神 仍在廚房忙碌的楊湛民 遵循傳統 利用冰天雪地的條件 存儲食材 熱愛生活的張春雨 繼續尋找新的創意與突破 將更多的邊角料 變廢為寶 習慣了呼馬生活的張全席 越來越像個地道的呼馬人 要將這份熱情傳遞下去 在呼馬人的生活中 處處隱藏著朴素節儉 也凝結著不平凡的生活智慧 或煩或減 瀰漫在唇齒間 流淌在歲月裡